还有王莲 这是我在这一节目最后唱一首歌了 然后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 唱过什么走心的歌曲都很燥嘛 然后今天最后我希望 能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全在歌里了 好吧 老师 音乐 好的 1994年 他生在东北的小城市 他长相很普通 命运很平凡 他考上了普通的大学 学着普通的专业 他拥挤地唱着不一样的音乐 2017年 他参加了一档综艺 然后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机 他收获了很多粉丝 粉丝都说 我爱你 爱你 毛不一 为什么那年我参加了综综他会 他却选对了综艺 我恨你 我恨你 毛不一 为什么咱们两个人一个在天 一个在静安区 那个东北的男孩 他其实也很幸运 能够带给人欢笑 能够做喜剧 他在脱口球大会 收获了很多粉丝 他的风格与众不同 饱受争议 喜欢他的人都说 我爱你 我爱你 王坚果 我怎么就没想到谐音梗得那么火 我恨你 我恨你 王坚果 为什么咱们两个人一个在天 一个一米七 很多人都说我不能离开吉他 说我离开吉他就不搞笑了 我现在 我现在 我就要离开吉他 我好像真不搞笑了 还是包上吧 妈妈 妈妈 我不想多喜剧啦 你看沈腾 徐征 全都过劳肥啦 爸爸 爸爸 我对你没什么说的 我只是提了你老婆 顺便提下你吧 我的爸爸 妈妈 他们年纪都大啦 其实也没那么大 我只是煽情一下 别给我 别给我冠军我不想拿 因为我今天没背包 奖杯不好拿 结束了 结束了 我的朋友啊 大家都在身边结局就是好的 结束了 结束了 我的朋友啊 就算提前到了终点 还能再次出发 我的朋友 再去喝杯酒吧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